江江江江江 基隆市长林又昌和立委蔡世应 以及社会处长吴挺峰 区长徐亚文市议员江建玉陈宜 和姓律里长吴明达 以及陈君佐市议员候选人等人 一起开新匕首式向家长们宣布介绍 耗资2500万元 七个行政区中 最后也是最新一间新盖完成的 姓益亲子馆即将在12月市营运 明年1月正式启用的好消息 1楼规划为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收拖12名2岁以下的幼童 2楼亲子馆则开放6岁以下儿童 以及照顾者入管 我们赤字了2500万 中央补助1700万 地方自筹800万 在1楼的部分可以提供0到2岁的托婴 有12名的小朋友可以来使用 另外2楼的部分就是亲子馆 2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在这边使用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未来会成为 我们新一区很重要一个亲子 活动跟服务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从我上日之初到现在 七区的这个亲子馆都已经完成 那在中正区还升格是这个祖孙馆 所以是受到民众很好的一个欢迎 那最后这一座我们总计这几座加起来 赤字了5350万元 那七区逐渐的把它完成 那我们基同市在这个社会照顾 或者包括小朋友的这个活动的空间 其实是在过去是很少的 那我们基同市其实最欠缺的就是 室内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也很难找到所谓的闲置空间 来做活化跟转化 所以这个新一亲子馆 我们最后是整个新建 所以整栋建筑都是新的 我们非常期待在下个月 大概是12月的中旬左右 我们会试营运 然后在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 来正式启用 这是在基同市长林佑昌和立委 蔡适应共同合作下 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由市政府社会处主导 耗资2500万元 新建的信义区亲子馆 市政府自筹800万元 中央补助1700万元左右 因为市长当时提的 一区一亲子馆的计划 那再跟我提了之后 我们也协助向中央来争取补助 所以这一个案子 是由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亲子馆 那其实你可以看它的外观的设计 就非常的色彩化 就是跟我们过去基同市的许多建筑 相对之下 它今天非常的活泼 那也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未来来到这个地方 第一眼的感觉 就觉得这是一个 让它快乐跟温馨的区域 那更重要的是 它在里面 除了亲子的部分之外 另外有推动了 两岁以下的拖婴中心 所以未来包括拖婴 跟亲子的部分都可以来纳入 那这也是表达我们之前推动的 一区域拖婴的这个目标 逐步的来推动 那不论是拖婴 或者是亲子的活动 事实上都是要让我们更多的 大朋友小朋友 有一个区域可以来 那新的建设过程当中 其实未来还有涉及到 经营跟委外的部分 那那个部分就交给蔡思印 来后续接棒处理 信义亲子馆不但外观新颖色彩亮丽 内部全新装潢市长林又昌和立委蔡思印 对于内部各项设施也感到很满意 对于社会处完成一区一亲子馆的目标 让各区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设施完善的亲子馆 可以一起在室内亲子活动 林又昌特别感谢立委蔡思印 中央政府基隆市议会 以及当地里长和许许多多的人 大家共同的努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